因为我们其实这个礼拜谈了几天 有关于国会龙头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组合 那今天看起来稍微比较明朗 因为有一个人 选我选我 那个是谁呢 那个是韩国瑜 那我们这边我先请教 朗东请教 因为这个韩国瑜他就出来讲 你看电视金石石 跟各位介绍 我所请托的搭档副院长人选 就是江启程委员 然后他讲说 我有点不知道这一句在写什么 我们才能实现对八百多万选民 所做出的神圣承诺 哪里哪里把自己灌到八百万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起错了 然后再来我们看 他说只要民众党的朋友 愿意合作的话 江启程委员是愿意把副院长 一直优先给民众党推出的人选 要促成在野大和解 那我们也让民进党 真正感受到六成民意的愤怒 anyway 那我请教 在现在的一个这样的氛围底下 刚刚有一个最新消息是 民众党回应说 我们不会跟个别的候选人 私下协商或者是利益交换 之前黄国昌出来话 其实国民党除了赵少康一头热之外 其他人也是蛮冷的 那现在换 韩国瑜出来之后 民众冷冷的回 你觉得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 韩国瑜选江启程是非常聪明的 因为江启程的重要幕僚政召新 现在要当台中的副市长 而卢秀燕 他又重用了政召新的之后 其实韩国瑜透过江启程就牵起了 他跟卢秀燕之间的一个桥梁 因为韩国瑜最害怕的是说 以后他在立法院里面 如果习次都被战斗兰所掌握的话 会变成战斗兰的老大 隐性的躲在眉睫里面的赵少康 会去影响整个立院生态 可是因为韩国瑜他本来就跟云林邦 张霞都非常的熟 那边本来就有四五岁在那边 加上台中又选得不错的话 加在一起其实就已经有十几岁 所以其实韩国瑜为了要西市赵少康 战斗兰的一个影响力之局 但不代表说他要跟战斗兰直接对干 而是说透过这个方式先拉拢 未来很有可能选市长江启臣 跟很有可能代表国民党 选总统这个卢秀燕 去巩固他立院龙头的一个角色 当然他也留了一个空间 说如果民众党来谈的话 江启臣是可以退让的 但是其实民众党他现在的话 就已经骑虎难下 他一开始就资贷百很高 就给大家去出考题 其实这个出考题就是很荒谬 是说他到底来讲 民众党他跟谁合作 他就看他理念跟蓝绿哪一个 比较接近他自己选 那蓝绿的理念 我们这论节目已经被讨论好几年了 民众党不懂吗 看不出来吗 政见都写得非常清楚 都有什么在两岸 外交 经济上面 你就自己看一看 你的政见跟谁合 你就去跟谁谈 就现在发现是说 蓝绿都看穿民众党 就是要蹭身量之后 就双方都已经把底牌都掀出来了 民众党发现好像也好像没什么谈 蹭不到身量 而且他作票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办法 作票的谣言 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说民众党现在才要说 那我们不要这个什么密室协商 我们这个不要利益交换 他们每次都这样 他希望的就是说 公开透明直播讨论 然后这个流量就要一直赚 他希望这件事情炒越深炒越久 对于他这个整个网络声势就越强 可是因为蓝绿都知道 而是说民众党是属于一个翻来覆去 然后又一直说谎的一个政党 所以说不是不跟民众党合作 而是说民众党这种乱出考题 制裁很高的方式 会让未来的合作是困难重重 因为最后的结果 民众党很可能就是自己提人选 自己提人选之后 最后票就是蓝 那就是保送国民党 保送韩国瑜 然后民众党就解释说 我们没有保送韩国瑜 是因为蓝绿都不想跟我们公开谈 找这些理由跟借口 但真实的情况就是说民众党 他就是觉得韩国瑜当院长 他也没差 反正他最后的核心的重点 也不是政府院长 而是在过程当中尽量的吵 尽量的把他声量拉抬起来 所以说对于绿营的支持来讲 也是松一口气 就是如果你跟民众党谈 到时候又闹到国民党 去年的这种惨剧 整天跟那边咯咯咯咯 弄了老半天 然后自己也不知道在选什么 其实对于民进党来讲很伤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就一开始的时候在四天前 就是柯总招就说以对话 再去对抗 但是因为黄国昌 他就出来就是要对抗 其实那四点诉求 说实在 蓝绿如果要恶搞民众党的话 我们可以到其次决定 要提出好题目 你八席提四席 那么五十席的蓝绿 五十二席 五十四席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 给你提个二十五个问题 像你这二十五个问题 先回答完之后我们再来谈 这个没有必要 就在闹 所以我觉得其实讨论到这边 大家就会发现民众党他的目的 就是闹事 那立法院里面最重要 还彼此要互相的沟通妥协 因为法案必须要对人民的生活有利 而民众党这种闹事的这种风格 以后一定会被民众所唾弃 我觉得你这个闹事的风格 可以延续到下面来 易善哥是这样 因为柯文哲在今天韩国瑜 po出说他要跟江启臣搭档之前 他说新潮流不等于民进党 然后他想 所以你是有要跟民党合作吗 因为他之前要在骂 好像就是针对新潮流而来 因为他常常当不当 民进党都是新潮流 对不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讲话 真的就像老柯讲的 听听就好 因为柯文哲讲过什么 放心好了 蓝白一定合 阿伯没有放弃 你们都不要放弃 这个人讲话天天特特 你觉得他现在的算盘是什么 对老柯不愧是最了解 柯文哲的民进党人 那因为柯文哲很清楚了 他用他的巴席在游走蓝绿两边 两边在喊东西 希望把屁股抬高高 两屁股抬高高热脸就可以来跌 结果他冷屁股来高高 之后没有人来贴 他不断的透过陈佩吉说 有人打电话给我 侯友宜打电话给我 朱立伦打电话给我 其实他最想要接到谁的电话 他想要接到老柯的电话 看老柯可不可以求他说 我们来合好不好 你的巴起来 他就可以喊加码 加码都喊高高了 结果老柯看破了 说没有 那沐喉而冠 直接讲破你 你叫沐喉而冠 黄国昌当副院长还得了 这些事情都对于 民进党的支持者来讲 是不可以交代的 而且不愿意跟所谓的 翻来覆去的民众党在合作 所以今天老柯的 这个专访的消息 释放出来之后 国民党基本上 就给国民党一个善意 为什么说给国民党一个善意 国民党在立法院的息事 是大于民进党 也就是说国民党 即使没有民众党的8票 只要民众党的8票 不跟民进党合作 他们就可以自己赢得 所谓的立法院的院长跟副院长 所以柯建民跟拒绝了 柯文哲的这个所谓的 跟民进党的合作的这个提议 反对了这个提议之后 其实是给国民党一个善意 就是说你们可以自提人选 而国民党也很聪明的 除了自己提人选的 还说我的副院长可以让给你 你变成是我分给你的 不是我答应你的 我求你的 所以这整个局势来看 大哥赏你一个副院长 副院长吃一吃 看你民众党要不要 叫你小兰 因为毕竟整个选战过程里面 白兰合作还是一个局 很多支持者是重叠的 所以他们也不敢得罪 所谓的白银的支持者 所以说我们赏你一个副院长 来做作 所以这个状况就是说 到最后变成我赏你口饭 变成民众党要不要吞 变成民众党用球的 那你民众党要不要被球 说国民党变成小兰 说真的绿营最喜欢看到这个局面 最好黄国昌跟国民党合作 还绑住一个黄国昌 只能敲锤子敲敲敲 然后跑销说太离谱了 还进去敲 因为副院长又没有能够干嘛 除了敲锤子跟政党协商以外 其实功能性不大 真正的功能性在民众党的党召集人 那为什么大家都觉得 预设是黄国昌不是黄珊珊 因为毕竟巴西立委里面 唯一有两个有立法院经验 一个叫黄国昌 一个叫吴春城 为什么吴春城有经验 吴春城拉比了20年 他当然有经验了 所以黄国昌 黄国昌才第一个就要公开透明 那个利益回避 就是指吴春城你不要挑战我 其实他在指使吴春城 他虽然是对蓝绿喊话 其实是讲吴春城说 你自己拉比一大堆 你要公开透明 他自己岳父开建商也公开透明一下 利益回避一下 所以我要讲说黄国昌这个局 被所谓的屁股抬高高要蓝绿来热脸 来蹭的这个状况 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而未来的国民党 可能会掌握了立法院 而民进党掌握行政院 我觉得如果行政立法协调的好的话 这个代表了74%的民意 不被所谓的巴西的民众党的立委所绑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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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